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左问斯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天 在这个周末最大的一个消息 就是我们的管理层 在周六的时候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这里面就讲到了财政增量政策 什么叫财政的增量政策 说白了就是拿多少钱来刺激当下的经济 那么所有的人都在猜这个到底有多少钱 但是猜来猜去管理层并没有说具体的金额 那么这个时候整个圈内外的人都有点蒙圈 那么没有说具体的金额 那么有很多人就说了 你看看这个金额可能就不大 那么就没有披露出来 那行情肯定就不行 还有一部分人认为 这个东西就是这个金额当下 可能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成熟 所以不方便披露 所以这个行情还会继续持续 那么行情是会持续还是会就此陨落 那我今天从几个方面跟大家来解读一下 这个里面的新闻发布会 当中所提到的这几个点 第一个他说较大规模增加债务额度 支持地方化解隐性债务 而且讲到的应该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 那么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 我跟大家讲我们2015年到2012年到2015年之间 2015年之间 这个时候化解过一次地方债 化解过一次 那次地方债的产生是因为4万亿次级之后 所产生的地方债 那么这个地方债的额度是多少呢 这个当时化解的额度是多少 是12万亿化解掉了 那么这一次如果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发债 通过中央债来置换地方债 应该不会低于12万亿 如果它低于12万亿 那怎么叫历史上最大的呢 对吧 大家可以仔细考虑一下 这个中间的这个潜词造句 这个意思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发这么多的债券 我告诉大家有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中央的杠杠率 中央政府的杠杠率只有20%多 而美国是130 日本是250% 现在大概是230%多 这个数据是今年年初的数据 应该是来说是有230%以上 而我们只有20%多 我们完全有能力 而且有需要 能够发这么多的债券 来置换整个地方债务 那么这个消息对整个行情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毫无疑问 有很多人说明天化债概念 对吧 化债概念 比如说地方的城投公司 对吧 这个可能会 有可能会大涨 对吧 还有可能是什么呢 还有可能是我们的AMC这个方向 可能会大涨 这个我在核心文章当中 都跟大家今天 要具体的把一些公司给理出来了 但是最重点 最重点的 我跟大家讲 里面的问题不在这个地方 就是这一波行情 它的走势 极有可能是压着走 什么叫压着走啊 我跟大家讲 你看啊 这一波 昨天我们出了一个 就是礼拜六的时候 我们出了这个财政政策的这个刺激 对吧 这个方案 但是我们同样出一条利空 这条利空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中金公司 中金公司 中金公司 周五的时候 展示很多资金都进去了 但是结果公布出来 它涉及了这个斯尔新的欺诈发行 IPO的欺诈发行 如果中金公司这样级别的公司 都涉及了欺诈发行 那么其他的券商会明天会怎么表现 那么你看看 给了一个刺激 然后又给了一个利空 那么对整个市场来讲 那么接下来 对刺激那方面 当然大家是往好的方面想 但是有一些股票会回落 来把这个行情给压下去 那么行情就有可能 接下来的这个走势 我个人以为 就是利好会完全退 但是利空会同时打压 它不可能让行情再产生 2015年这样的情况 如果真的产生了2015年 这样的暴涨 所有的人把身价姓名都弄进去了 然后最后来从5178点 这样的通一下掉下来 所有的人都烟消民散 那么这一次的政策 关于股市的这个政策 应该来说就是失败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需要股市来提 给大家提供一个信心 对吧 能够让大家对经济有一些信心 但是如果我们的财政刺激 比如说三年五年 结果我们这个行情 一天三四万亿 结果弄了对吧 两年左右 一年左右的时间 就行情就到了5000多年 然后大家所有的就车会人亡 那么这样的结果 是管理者所需要的吗 对吧 那他能够提到提振信心吗 没有 因为破灭了之后 大家信心可能会陷入到几股 这就更不消费了 那对经济可能更没有信心了 那么有可能就会对整个财政的这一波刺激 会产生一些影响 那么极有可能的走势呢 就是说我们现实当中的走势 走成了519 但是管理层需要 内心里面一个需要的走势 应该是走成1664到378 这种缓缓的向上 跟着财政政策一起配套来走 因为单年的财政刺激 是吧 2008年11月5号 然后到了2010年左右 财政刺激退出 那么前后这个行情也涨了一年多的时间 整个来讲 就是几乎到了财政退出的那个阶段 那财政政策双宽松退出 那么行情再往下走的 那么也就是说 基本上这一波行情是跟着财政政策是一起的 持续了大概两年左右的时间 那我们现在这一波行情 我认为行情有可能就是一直会 双宽松会持续到 我们的管理层所需要的这个时间段 就是整个经济起来 行情就结束 如果在经济起来之前 行情就结束了 就烟消云散了 所有的人都开始亏损了 那么这个行情就没有任何因 所以这一波行情起来是80% 我认为会起来的 但最后了的结果应该来说是差不多 还会像以前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上市公司能不能挣到钱 最后了一定会在报表上显示给你看的 如果这上市公司挣不了多少钱 那股价就一直往上涨 那么这种股票 未来一定会回归到它的实相 回归到它的本相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行情 最后的结果是可以预见的 基本上还是赌博和零和博弈 我讲这话肯定是有点犯忌讳的 但是我能告诉大家 市场的真相就是这样 那么对于这种行情 我们要怎么去操作呢 我周末的时候也在回溯历史上的几次比较重要的行情 那么历史上最重要的行情 对我们普通人来讲 可能就是改变命运的一些机会吧 那么这些重要的行情 它的主线是什么 大家注意 任何一波行情当中一定会有主线 而我们普通人你只要把握住这个主线 不搞其他的杂毛 杂七杂八的我不动 我就围绕着主线 你把主线给弄明白了 实际上这一波行情你是可以吃到的 至少你能够吃到个60% 70% 假如这一波行情 假如说是100的话 你能得60分 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 那么历史上这几次行情都有哪些特点呢 那我跟大家讲 第一个我讲6月24那一波行情 虽然这一波行情不一定到6月24 但是这一波行情 这个在6月24那一波行情 它的主线是金融 地产 煤炭和优色 这四类公司基本上都翻了10倍 那么其中银行股 像招行都翻了10倍 它是招行是整个这一波行情的龙头 然后万科涨了13倍 为什么 你们仔细想想 那一阶段发生了什么事情 等一下我再详细的说 那么第二个5178那一波行情 那一波行情的主线是什么 那一波行情 国家提出了两个 第一个是一带一路 然后另外一个是互联网家 一带一路的代表性的公司 当然前面有银口港啊 对吧 这个中日韩自贸区 像这种类型的啊 当然还有一带一路其他公司 那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中车 中国中车涨了将近10倍 然后网速科技是互联网家的那个公司 那么网速科技这样的公司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当年我都是参与过的这样的公司 那么这个公司翻了将近有 就是超过10倍了 这公司 然后还有当时我 当年啊 做的像南天信息 其实当年涨的幅度 也是接近于10倍的啊 像这种类型的公司 它就你看 网速科技和南天信息什么的 都是跟互联网家有关 而那个一带一路跟中国中车 还有什么银口港的这个 都是相关的这种概念 然后后面结束的时候 跟互联网有关的 还有什么乐视网啊 暴风引营啊 都是跟这个有关 为什么 因为它当年就代表了 整个市场最集中的啊 这种东西 然后第三个 2019年那一波 2019年这一波 整个这一波汉情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一波起来的这一波汉情 就是贸易战之后的这一波汉情 中国所有的资金都在买什么 都在买风光离处 再加上茅台 这样类型的 什么比亚迪龙基 这都是石 这个宁德和龙基都是石被骨 然后茅台和宁德 茅台这样的公司 都是大概五六倍吧 那么这种情况是主线 那么历史上的这些行情 产生大行情的时候 它的主线都有什么特点 我跟大家做四个方面总结 你如果买股票 第一 时代的呼声国家的需要 就是一定是时代所需要的 这个时代需要什么 比如说6124点这一波 国家需要什么 需要房地产啊 房地产能够挣钱 银行就挣钱了 所以银行跟地产是龙头 再加上当时整个 对吧 经济发展需要 电力 然后对煤炭 对有色这一块 因为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对吧 整个经济发展增速非常之快 煤炭有色 成为了一个非常重点的特点 它就是 时代的呼声 国家的需要 那四个方向就是国家 这个时代的呼声和国家的需要 5178点 一带一路和互联网是时代的呼声 是国家的需要吗 当然是啊 2019年那一波 我们搞的是风光离处 这一块 风光离处是国家需要吗 当然国家经济要转型 必须有新的产业来代替房地产 风光离处 应用而生 这就是时代的需要和国家的需要 那么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 是增量资金的取向 你去看每一次发行的新基金 每一次老百姓讨论的焦点 是什么 他们基本上 你只要看到市场的整个基金的焦点 散户的焦点 就每个人都在谈论那个方向 就基本上就是热点 就增量资金市场的基民 买基金 基金往哪里做 你把几个基金公司都基金的十大十三股打开 比如说我打开二十个基金 里面有百分之六七十都持有一个股票 那个股票就是热点 这就是增量资金的去向 因为基金公司的研究 比散户可能更加的要清晰一些 它对这个行情的认知度稍微高些 那么有很多人说 那它为什么还是会亏损呢 它亏损的原因是因为它体量太大了 它掉不了头 但是散户 我觉得它买了 买完之后 我可以随时走掉 这就是散户 这个传销好掉头 咱们有优势 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 第三个特点 如果套牢盘很重的股票 不要反复炒作了 那么一定是 这个里面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呢 就是它经过长期的盘整 盘整 你比如说 这样的股票套牢很重 对吧 但是它整理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就这里面的资金 基本上该不走的 它不跑的 它就不跑了 它要跑的 它基本上在前面已经割肉 跑完了 然后另外一种类型的公司 就是这公司估值相对来说就比较低 对吧 比较低 然后在这个单中啊 就估值相对比较低 我比如说啊 这里面个股我就不能讲了 因为我在核心文章上都讲过了 大家可以看核心文章那种所讲的东西啊 那么有很多的企业 它估值比如说六七倍的适应率 五六倍的适应率 它这个适应率会逐步逐步的炒高 这个东西我觉得才是关键 而且大家注意 这些主线的公司盘子都不下 盘子都不下 都不是那种一二十亿二三十亿的盘子 它都是六七百亿七八百亿 甚至上千亿的盘子 所有的人都认为 未来中国这个方向会非常好 不管它未来好还是不好 但是我只要单下认为它好 你就去参加这种环境 这就是主线的特点 那么第四个特点是 逻辑越简单越好 就所有的人都知道这玩意 对吧 所有的人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房子买房子好 大家都知道一带一路 大家都知道这个互联网家 好 这玩意就会产生主线 那么有很多人说了 那这一波环境的主线是什么 这一波环境毫无疑问 大家讨论最多最多的东西是什么 人物智能 是什么 最多的应该是人物智能 然后还有心智生产力 对吧 这种东西 然后还在讨论什么 我们经济怎么要去化解地方债 化债 然后还有我们的基建该怎么搞 基建 实际上接下来的主线产生 就应该在这几个方向 是极有可能会产生主线的 特别是比如说化债概念 比如说我们所讲到的这个 当然化债概念是属于题材 但是最主要最主要 我觉得心智生产力 这个是讲的最多的 你只要把某一个上市公司拉起来 你说这个公司就是心智生产力的代表 肯定会有人信 当大家资金都打进去了 你不信也信 这就是整个市场的逻辑 没有什么说这个东西就一定会产生 赚钱 就是未来这公司就一定挣钱 没有关系 挣不挣钱 没有关系 最关键的是你打 你举的这杆棋子 有人信就可以 所以为什么我说它是零和博弈 最后结果差不多 就是因为你愿不愿意相信 大家愿不愿意相信 股民是不是统一都相信这个 有的 但所有的人都相信 假的也是真的 但所有人不信 真的也是假的 这个就是资本市场 就是特别是A股 它这么多年 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所以今天我重点跟大家 这一波行情一定是压着走 给一个巴掌 给一个填造 给一个巴掌 给一个填造 不让市场涨太快 然后另外一个行情的主线 一定要结合着历史上 这些主线的特点 这次行情依然会有主线 所以这次行情 国家不需要风牛 一定是需要一个 缓缓跟国家财政 自己相配套的行情 但最后的结果 大家一定要注意 但双宽松的表态 双宽松的这个政策表达 出现一些相对犹豫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大家离开 整个市场的时候 这波行情总体来讲 会不会弥补底下三个缺口 我个人以为 3087这个位置的缺口 补掉是比较好的 那么至于底下两个缺口 补还是不补 它补不补都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 它产生 就是在财政双宽松的政策下 产生这波行情的逻辑 至少在80% 为什么 因为它没得选 它必须得采用财政四级 在历史上 1998年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我们整个经济走了一个低迷期 当时中国财政和货币政策双宽松 最后了到1999年 519行情 519行情的背景逻辑 是国家财政双宽松 最后调整下来之后 一路涨到了2245点 最后从2245点 又跌到了998 那是美国互联网金融破灭之后 再加叠加上中国的股权分支改革 所有的人都担心国企大量的流入市场 最后造成股价的崩溃 对吧 那么还跌破了当时的这个点 那么这是一波财政双宽松 那么当时的涨幅涨了多少 大家可以看到 到1047涨到2245点 涨幅差不多有一倍 那么另外一次财政双宽松是1664点 1664点的这一波财政双宽松 是1664涨到378 一倍多一点点 这也是一个财政双宽松 那么综合这两个财政双宽松 那么我们觉得这一波环境 是从2700点左右起步的 对吧 2700点左右起步的 那么我们应该来讲 这个晚上走到4000多点 这个这一波逻辑 就是从财政刺激的这个逻辑 还是存在的 但是危险性在哪里 危险最后有两个 第一个最后来 刺激完之后 发现房地产依然往下跌 发现大家的消费并没有提升 我们的这个依然整个市场 就是个投机室 上市公司依然这么多钱 那么这个就是重大的刺激 那么为这一次财政刺激 大家愿意投入多少 这样的一个比例 对吧 你愿意投入多少 那我觉得 这是个人的情况 但是无论怎么样 我都不希望大家激进 大家应该花更多的时间 去研究整个市场的主线产生 在主线当中 反复的采用一些技术手段 来解决自己的资金增值问题 这个呢 我在核心文章当中 反复会跟大家提到这些问题 大家详细的内容 大家参加所谓的核心文章 如果找不到的话 相互之间 在评论区说一下 今天重点 我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手机有电 长按点赞键 点个赞 谢谢大家